这条头上顶着电灯泡的男人 点了一份三分熟的牛排 服务员刚想提醒他上面有条大苍蝇 却被光头破口大骂 只见他加了一丢丢胡椒 配上一小瓶辣椒酱 裹上一层不要钱的青辣椒 面无表情的就吃了下去 这一幕把旁边的两个小姐姐看得是目瞪狗呆 随后光头拿出劳力士看了一下时间 带上老花镜看了一下对面的工地 似乎是在计算着什么 然后慢慢地迅速记在笔记本上 突然地面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懵逼的人们一脸懵逼 下一秒工地就发生了爆炸 只要在评论区输入你真棒就能触发这个特效 不知道的赶快去试试吧 吃瓜群众被吓得撒腿就跑 只有光头淡定地拿起桌上82年的矿泉水 有滋有味地喝了起来 接着他戴上自己耍裤用的墨镜 大摇大摆地朝爆炸现场走去 拿出手机说了句暗号 看视频记的点赞加关注 一年后探员火速赶到了现场 他们对外谎称是燃气爆炸 实际上罪魁祸首却是这个合金弹头 看着这个黑的不能再黑的弹头 实习了50多年的博士立马来了兴趣 直接把弹头转移到实验室里做起了新电动 没想到却把小助理直接下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五个表情 原来这个合金弹头的频率竟然达到400万每秒 就在博士研究弹头来历的时候 一个手持冲锋枪的男人冲进了事故现场 这条长得像坏人的坏人可不是一般人 抡起冲锋枪瞬间干掉了门口的探员 接着只身一人就闯进了事故现场 面对全副武装的探员坏人竟如入无人之境 秒秒钟就送他们全部领了盒饭 结果最后发现自己竟然找了个寂寞 他要找的合金弹头早已被准 无奈坏人直接找到了探长家里 一言不合就撂倒了他 然后把他绑在了按摩椅上 探长背下的立马在评论区狂发狗头保护 两个眼珠子瞪得像眼睛一样大 坏人打开一台神秘机器 接着把鸡蛋大的铁球塞到了探长的鼻孔里 然后坏人开始询问合金弹头的位置 就在这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此时探长连屁都没放一个 但是坏人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下一秒就送探长去了西北 另一边大美也在之前的案件中 找到了光头的踪迹 他立马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老黑 但是淡定的老黑十分淡定 他直接把大美带进了一间小黑屋 墙上竟然贴满了光头的照片 原来近几十年来 许多神秘案件周围都出现了光头的声音 但是他在现场只做一件事那就是麦袋 所以总不称他为观察者 就在这时老黑收到了探员被袭击的消息 为了保护合金弹头的安全 大美有那么快跑那么快的感动 然而就在这时 博士拿起一根小小的大针管 直接扎在了小助理的脖子上 等老六赶来支援的时候 只发现了晕倒在地的小助理 而此时的博士正和光头一起喝着珍珠奶茶 原来他们俩居然很早之前就认识 这条眼神犀利的光头 只是给大爷点了一杯珍珠奶茶 就让他把合金弹头藏起来48个小时 30年没喝过奶茶的大爷立马就爽快地答应了 结果下一秒 他就被探员友好的请进了审讯室 但是很显然光头的奶茶很有诱惑力 博士一句话也不肯交代 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坏人已经盯上了他的儿子老六 坏人拿出一根两米长的铁球 直接塞到了老六的鼻孔 强行给他做了一个不要钱的核酸检测 接着再次打开了机器 下一秒竟然神奇地知道了合金弹头的位置 大美立马把老六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博士 慌张的博士立马慌张起来 总不能因为一杯奶茶害了自己的儿子吧 于是立马对大美供出了合金弹头的位置 很快坏人带着老六来到了墓里 接着刨开了坟墓取出了合金弹头 原来博士为了安全 竟然把合金弹头藏在了老婆的坟墓里 这时大美也赶了过来 坏人抱着合金弹头撒腿就跑了 结果被大美一清掉了 合金弹头突然有了反应 接着一道红光闪过 大美走过去旁光一扫 地面竟然被炸出了一个小小的大窟窿 而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光头竟收眼底 光头刚反手给自己点了一个赞 下一秒就被老六扑倒在地 但是诡异的是光头似乎并不在意 他甚至可以读取老六的思想 提前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就在懵逼的老六一脸懵逼时 光头拿出变机枪就把老六干倒在地 等他醒来的时候光头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么神秘的光头到底是谁 合金弹头又去了哪里 一切的一切都才是刚刚开始 不要钱的小心心记得点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